要今晚 民營會導出詐騙案 跟美國國土安全調查室 這些單位合作 經過對這次調查 出黑幫透過公庫 使用導放詐騙的公庫 跟客通商跟工廳 合作 要來賺黑心智 使用公司的企業帳號 在臉書投放廣告 那這個企業帳號 因為他們本身公司 就是做廣告的 所以他跟臉書 有非常密切的合作關係 他可以加速通過 臉書的一個反詐騙的審核 然後一次投放大量的金額 警方早出的憲法案 在哈佛北台 投放假投資的消息 起因被害人投入资金 向安然經過 警方的合成後 公共使用是五十萬塊 交付 系統和工廳 財政經驗 其他共產交付好團 警方也繼續 擴大對照金盤專案